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郁琴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看 新闻有情调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欢迎 前彰化线县长卓博元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的网友们 好好的互动 好好的聊一聊 县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郁琴好 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网友 大家好 我是卓博元 是 我们现在是在网路 无远佛界 你知道不是只有在台湾 可以看得到 电视大概就是比较受限 可是我们在海外 其实也有很多 关心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在今天呢 大家可以完全无远佛界 无距离同一个时间 大家一起在线上收看 今天这个时间 来不及看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可以 在网路上面来搜寻中天 搜寻新闻有情调 然后同样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专访 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卓县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当然也是因为 大家很关心的国民党 即将要展开的党主席之争 说实在话 很多爱护所谓的国民党的 或甚至是说泛蓝的支持者们 或甚至是也许是自己本身 不蓝不利中间选民 但是希望台湾的未来 能够更好的 那么都很希望能够看到 真正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舵手 带领的台湾走出一片天 跳脱现在目前执政不利的 那种泥沼里 那今天我想现场 其实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你知道我们在今天 我们讲的是所谓的四强争霸 对啊需要有强者出头啊 结果呢大家说 国民党现在到底还行不行啊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战将 还能够有所谓的战力吗 结果有一位赵绍康先生 这个时候喊出来了所谓的战斗蓝了 这三个字马上很吸睛啊 那么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我不晓得 总院长你听到这所谓的战斗狼 你怎么看 战斗蓝呢 这个诉求是很好的诉求 因为我们看到在最近 民进党他可以说一党独大 包括我们看到他可以没收媒体 这是在全世界民主国家 所看不到的 而且他可以成立一个黑机关 可以任意没收人民的财产 而且他可以强迫人民吃 健康有疑虑的莱猪 从这些议题可以看出来呢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啊 是反抗无力的 那让我们人民很失望 因为一个健全的民主呢 最重要就是要制衡 那一个失去制衡的民主呢 就是一个失衡的民主 那所以大家期待能够国民党更有战斗力 所以这个战斗篮是很重要的 就像美军里面啊 一个精锐就是海豹部队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战斗篮呢 定位成海豹部队 那海豹部队的队长就是赵赵康 他可以训练这些海豹部队啊 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啊 来打第一仗立第一功 然后呢有卓博言当党主席 领导主力部队来做最最后的决战 所以海豹部队战斗篮就是打第一仗立第一功 那我们的整个党的部队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执政的县市 还有所有执政的县市议会 包括我们基层的议员里长代表 都是一个主力部队 最后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所以你认为说 其实有所谓的战斗篮 而且能够凝聚更多的力量 包括这战斗篮里面 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 比较年轻的民意代表们 那么他们纷纷入列 这其中包括了像是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等 有声量又被视为有战力 这样子的人能够更多这样子的凝聚的话 那这个战斗篮按照理来讲 对于国民党本身来说 应该会是一件好事啊 可是那为什么好像在这个时候 就有人又开始担心了说 这个时候要搞个党中党吗 这个时候国民党不是要团结吗 但是弄成这样所谓的战斗篮 这个会不会反而又裂解了国民党呢 那是不是又是重蹈这个过去那样的惨痛的经验 放心绝对不会 不会 美国有海豹部队啊 不会让美国的三军解体 反而是海豹部队呢 可以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我们把战斗篮就定位为美国的海豹部队 就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特种部队 它是最有战力而且可以打第一仗的 那当然你光派了特种部队完成一个特定任务以后 建立了桥头堡以后啊 后面就要主力决战 主力决战就是包括我们全体的党员 全体的党代表 全体的中央委员 还有我们地方支持的民众 我们用战斗篮呢 可以来提高声量提升士气 这个绝对不会造成分裂 放心不会造成分裂 只要大家有个信念 就是我一直强调 这个人尽其才 这也是我们国父的理念 孙中山人尽其才 哪一个人适合放在哪一个位置 他有战斗力 他有声量 他就去冲 他就去讲 但是有的人是适合地方组织经营 他没有很好的口才 但是他很会交朋友 台义说拌劲 他很会拌劲 他可以去广结善缘 他可以结合基层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就是人尽其才 那战斗篮呢 就是在整个的舆论的声量 还有他的变才无碍方面 可以帮蓝营发声 帮国民党的论述 跟我们全民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战斗篮是一个很好的 那当然除了战斗篮以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篮啊 知识篮经济篮吗 经济篮也是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年篮啊 还有我们的基础篮啊 就是原来最支持国民党的 所以我认为呢 国民党不是没有基础 是我们把这些基础淡忘掉了 我们把它晾在一边了 像这次我选党主席 很多基层民众说 我想投票给你 后来发现我没党籍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啊自己设门槛 把党员挡在门外了 比如说几年没有缴党费 就没有党籍 比如说他多久跟国民党疏远了 就没有党籍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哦 过去的党员都认为说 国民党只是在投票的时候想到我 投票的时候拜托党员说 我们党呢提名谁啊 拜托你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 但是投完票以后又把它忘记了 所以我们今天啊 国民党他的党员人数缩小 党的力量缩小 不能怪党员 要怪整个党中央的运作发生的问题 你应该把失去的党员找回来 把人找回来 把心找回来 把力量找回来 这样国民党才有明天 那我们很多基层的党员 我们要开放 我当党主席 有一个党员倍增再倍增的计划 我敢讲我当党主席以后 一年内我们党员就会成长一倍以上 我们把那些原本都是我们的老党员 对国民党有认同的 就把它找回来嘛 我们不收党费嘛 你不用去为了那300块 你如果说去找人来加入国民党 别人会想说 你是不是像我高300块 为了那300块 所以你找我进入党 那这样子你找他也很尴尬 那他要进来也会对你的动机感到怀疑 所以我们很单纯 我们的理念相同 你认同国民党 你认为说加入国民党 可以增加一分正向的力量 那你就加入 那我们简化入党的程序 那这样我们国民党呢 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扩增 而且很快的又跟基层的民众结合在一起 因为金国先生说的 我们国民党要跟民众永远在一起 那你如果说我们的党员结构 如果跟基层的民众的结构呢 能够更加的契合 那国民党一定就是全民的政党 那你国民党如果能够改革成功 成为一个全民的政党 那当然就得到全民的认同 就能够击败民进党 重新重返荣耀 取得台湾人民的认同 其实这个卓先生讲到一点 我觉得我蛮好奇的 因为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也有几番道理 怎么讲呢 你现在在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嘛 真正能投票多少 36万人吧 36万人里面的这些人 能够投票的人 他的结构是什么 据了解啦 好像呢这个里面大概差不多 超过一半吧 可能接近20万是不是 年龄都比较大 都是比较长者 然后呢可能倾向都是比较 深蓝的那一块那个族群 可是呢说实在的今天呢 国民党本身不是只有说 关起门来大家自己把这个 党主席选举就搞定啊 你要跟社会广大的群众们对话 你要去看到就像您刚刚讲的 你要看的是整个台湾啊 所以那这个整个结构呢 是不是又跟这个台湾 现在目前的社会的这种倾向 或者我们讲你看这两天的这个民调 中间选民也提高了嘛 不然不虑的增加了嘛 所以那这个一个党主席选举 对 你要先赢得一个选举 可是问题是你要去跟广大群众对话 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对 没错 没错 疫情讲得很好啊 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国民党要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因为党主席就是火车头 今天你这个火车头啊 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乘客说 我们是要开向成功光明的道路 还是开向失败的老路 还是我们有一个最新的做法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国民党也好 还有他的兄弟党共产党 都是一个威权的政党 或者是一个刚性的政党 那以现在的民主国家的趋势来讲呢 已经从这个刚性的政党 转化成为柔性的政党 所以我认为包括国民党 还有以后台湾的民主政治啊 应该要走向柔性政党 我们看美国来讲 因为在最近我们看到 包括一些初选啊 大家都觉得初选不公啊 我们民调啊 可能会被民进党灌票啊 这些其实我们看美国啊 他在选总统有这个问题吗 没有啊 他们只是说最后 总统大选公布票数的时候 可能有争议 但是他们的初选是没有争议的 如果深入研究人就知道啊 以一个柔性政党来讲呢 他在一个大选之前 他就由双方阵营来提出诉求 那由民众来自动选择 他要加入哪一个党的投票初选 那由国家来办理政党的初选 那他们投票是一票一票投出来 由政府来办的 所以他投出来的票是很精确的 也就是避免争议 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国民党就是要朝向这方向来改革 要跟民力结合 要跟民众契合在一起 那契合在一起呢 就要去除很多门槛 很多阻挡人家回来的门槛 很多阻挡人家支持国民党的门槛 这些门槛是以前自己国民党建立起来 因为他是一个刚性的政党 那其实呢 将来要走向一个柔性的政党 就是柔性政党第一步 就是党的全面民主化 党的全面民主化 大家想既然今天 我们9月25号选党主席 是每一位党员都可以投票 选党主席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基层的 重要的党职干部啊 不是投票选出来的 像很多县市的党部主委 是中央派的 不是民众选出来 我当党主席全面民主化 每一个县市党部的主委 由该地的党员直接投票选出 在更基层的包括乡镇 包括区 他们的主委 也是由当地的党员投票选出来 这样党员才会受到重视 那也是一个分择分权的方式 我们既然不收党费 中央的经费由党主席负责 地方比如说台北市的经费 就由台北市党部主委负责 他下去 比如说大安区 大安区党部的经费 就由大安区党部主委负责 我们把全责分明 把全责下放 分权分责 那这样国民党呢 才会有一个共识 才会有一个团结 那才是一个有力量的党 对啦 但是现在偏偏国民党 就不是每个党员 你都可以去投票 选自己所属意的人选 对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说我们要改革要全面的民主化 是 当然对于改革 您有很多的想法 也希望未来能够因为当上了 如果真的能够当上 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一一落实了 但问题是当得上吗 今天我们就先撇开 主要酌县长 他现在是一个参选者 候选者的身份 我们就先来讲 您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资深的国民党员 那你怎么来看这场选举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封面的标题里面 上面写的是四强争霸 您知道这贴出去 就已经有网友就讲说 蛤 四强争霸有四强吗 当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就是问四强吗 那不是四强那不然是什么 难道是三强鼎立吗 那如果不是三强鼎立的话 那难道是所谓的双雄对决吗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 就是如果没有卓国元 那难道是所谓的朱立伦跟江启臣 这所谓的双雄对决吗 当然张亚中校长也被视为一匹大黑马 那我在想 我不知道您自己本身 先撇开您自己本身要选 您怎么来看其他的角逐者 我们有从事过地方民主选举人都知道 在选举的过程中 强不一定强 弱不一定弱 要等到最后开票出来的结果 我才知道真正谁是强谁是弱 我举几个案例 以前台中市长的选举 那个张温英在选举 结果呢在开票的时候啊 台中县的县长廖永来 去看他开票 因为他认为我们不会上 结果看这个廖永来啊 看张温英开票开到一半 人家打电话告诉他 说你当选了赶快回来 那包括这个桃源县 这个当时郑文燦跟吴志阳的选举 在选举前的一个礼拜 应该是一个月喔 选举前的一个月 吴志阳的民调是胜过郑文燦39% 胜过39% 他民调是一路领先的 甚至我们还听说啊 到最后我们的郑文燦为了保存战力吧 选战前一个礼拜 他的广告都取消掉了 想说这资金账票开 不定他咬咬咬用得对 所以就把它取消掉 就开票后来呢 郑文燦当选 所以台湾民主政治啊 选举就是有趣在这里 不到最后都很难说 所以现在据于弱势的 也不要气馁 开票最后结果还是有机会 据于强势呢 也不要骄傲 赤壁之战啊最强的曹操就是被打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民主政治 就是有趣在这里 那其实这一次选战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党员都在看 谁能够带国民党走出困境 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一个改革的路 谁赢还是其次 重点是赢的那个人 他能不能做事 对能不能做事 那现在这个现任的党主席 他做得好不好 不用我讲 朱立伦先生已经对他有所指教了 那何止啊 这个连胜文接受访问 还是说什么有承担 但是你也要会做事啊 那个朱立伦先生说啊 如果姜做得好 他就不用出来选 这就很直接 我原文转述 我没有加一个字或少一个字 那朱立伦批平江 对不对 那朱他要看看他 2016那一局他带的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个Google数据都有啊 那大家是不是愿意 再承受这样的结果 所以今天国民党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说走旧的道路 你到不了新的去处 你还是要走原来的路吗 你还是要走原来那种 我们让国民党大家很恶腕说 明明可以赢 为什么没有赢 对 这一条路不能再走下去 对啊 我们应该要找一个新人 有新人新气象新希望 给国民党一个新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啊 是 您刚刚提到这个朱立伦 那当然你也提到了江启臣先生 那你怎么看张亚中先生 张亚中校长 张亚中他是一位理念的实践者 我觉得他在这个学者性格方面呢 是很值得令人敬佩 那但是呢我觉得啊 他是偏重于某一个特定的支持族群 如果说他的理念可以扩散 比如说他可以到全国二十几个县市 都去办演讲会 而且万人空巷那他就当选 是是好 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访问张亚中校长 所以线上的好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呢按时的收看好吗 听听看张亚中校长怎么说 我先来预告一下 不过呢话说回来 其实这次大家就很好奇了 卓博元县长卓博元这三个字 其实对于许多人来讲 还真的是比较陌生的 对您印象最深的 当然不外乎就是您曾经是 彰化县的县长 但是呢好像对于跟国民党 这个党本身 这个连结就没有那么的深 大家对您又比较的陌生 那你怎么会想要出来选呢 选党主席是怎么样的动机呢 对我想每个人包括我 对国民党也好对台湾也好 都有一份责任 我们不忍心看台湾再继续向下沉沦 包括我们台湾现在的处境 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这不是我讲的是英国经济学员杂志讲的 那在民生方面我刚刚也提到了 整个民进党已经用民主的方式 来做独裁的事实 那这个南美洲一个切格拉瓦 一个革命家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当独裁成为事实 革命就是义务 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 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民进党有没有独裁绝对有 那我们现在呢是文明人 我们也不能去动枪炮 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选票 那你今天选票选出一个 有执行力有领导力的拙播员 来带领国民党 先把国民党改革起来振兴起来 就有力量制衡民进党 在制衡民进党以后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 战斗篮青年篮知识篮基础篮 我们所有的篮结合在一起 我们一举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党 就是民进党 这就是我们的诉求跟理念 那当然大家知道 因为我过去陈前的六年 我陈前六年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直在关心国家 还有我们地方的前途 那当然我们这个在整个整体的局势上面 没有像这个江先生跟朱先生 他们当过党主席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找回创党的精神 当时孙中山先生 他在发动革命的时候 也很多人质疑他 你的力量是比照这个大清帝国 你是相对微小 那你为什么要做 那孙中山先生他就是坚持他的信念 就是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的信念 那我们要记得 中山先生讲的一句话 一心一德抵艰难 我今天就是一个 一心一德抵艰难的一个具体实践 有人说哎呀县长这么辛苦不要选 我说我们要学习中山先生的精神 对的事情要坚持 我们党员只要认同 中山先生的理念 就会支持卓博元 因为他是在一个艰难中成长 艰难中不怕困难 艰难中可以带领大家 展现我们国民党创党精神 悉尼代的领导人 这就是我们国民党创党精神的重现 也就是我们中山先生精神的具体实践 我们要让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 充分的再展现出来 找回我们国民党创党的精神 那这样我们国民党就让 全国民众看到希望 说哎原本这个好像没有当过党主席 看起来好像比较强的人 会把他碾压过去 但是最后呢他逆转胜了 他创造一个奇迹 或是创造一个大家认为说 不太可能的事情 只剩一个月 对 对啊 这个还是照样拼 战胜一个战争的胜败啊 不是一个月 往往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翻转了 我们看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战役啊 日本的舰队是美国舰队的三倍 最后是美国打败日本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他的这个三本五十六 用的他这个前线的带队将军啊 他是要舰载是要挂鱼壘还是挂炸弹 这边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最后整个搞垮了 所以战争的胜负是看最后的阶段 是听起来 这个卓县长呢 胸有成竹 而且呢是充满着这个理想 很希望能够为国民党做点事 所以在成前多年之后 现在决定要出来 但我坦白讲 县长你刚刚都没有提到一件事 我讲的最现实的 你要花很多钱耶 你出来选一个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算一算 一千万的支票先拿出来 到时候没选上是会还给你没错 再来320万也要交这个钱是不会退给你的 今天不是又听到一个新的 还要再开50万50万 这个50万是做什么呢 是因为又有接下来电视辩论了 四位候选人即将要展开辩论 但是每个人都要先掏腰包 拿50万块钱出来 所以加起来的话要先花370万 这个就是国民党要改革的项目 我当党主席不会玩这种金钱游戏 要让任何有意愿想选的 大家都可以出来选 你只要有一定的党职的经验 你不能说我今天入党 对国民党都不了解 你就要选党主席这样不合理 但是你要有一定的服务的经验 我们将来会有一套 很完整的监督考核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重要的会议 你的出席率要到达多少 我们的这个 你在地方上负责经营的区块 我们党的得票率 你的得票率可以到多少 我们有一套很精确的KPI KPI指数出来了以后 看绩效 你绩效好 到达一个级板 当然是级板不会很高 你就可以出来选党主席啊 这个这次党主席 这个收费我是觉得 缺钱也不是缺这个样子 不能这样子 将来我当党主席呢 这个都会改革 让大家都有一个很公平 而且很轻松 参与民主选举的机会 就是要不然的话你设置一个像这样子的门槛的话 那恐怕真的就会沦为权贵的游戏 对不行这样 是不是就是真正可能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财力 但是他也想出来做事 甚至我们还给他一个青年保障条款 就是你年轻人 你连保证金都不用交 你就可以来选党主席 让年轻人也有出头的机会 可是现场我们很好奇就说 你这次出来选 刚刚你谈到你是因为有充分的理念 但是是不是你知道现在 我相信您可能也有听到有所耳闻 有人就说 卓博元出来选他行吗 难吧 这个你看比不过朱立伦或者是江启臣 前任的还有现任的党主席 再加上张亚中 现在慢慢声量也起来 之前也曾经也拼过这个选举的艺人 所以呢 那卓博元现在出来到底是干嘛 选不上的话是来搅局的吗 有人这么说你 你是要出来搅局吗 那问题是要搅局的话 那就是要什么 那就是不一定自己要选上 但是想办法可能要把谁给拉下来 真的有人这么说了 然后又说那问题是 是要拉下来谁 那到底是谁叫你出来选 你要不要今天 好好的跟大家做个交代 选党主席啊 是一个重现国民党建党精神的具体实践 我刚刚提到了 虽然另外两个当过党主席的 他声量很高 而且可能大家认为他的希望比较大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处虽三户啊 亡情必处 处虽三户亡情必处 当时如果读过中国历史人都知道 当时秦国是很强的 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 但是呢 一个楚国 他虽然不是很强大 但是最后是除拔 秦推翻了 这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要坚定这个信念 我刚刚提到了 国民党全面改革 全面民主化 能够让我们的全体党员认同 他们认为说 以前那两位虽然声势很大 但是他们过去做的 做的怎么样 大家都看过了 也很难期待说 再有什么新的变化 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 像我这个全面民主化 他们就不敢讲 而且他们也做不到 那大家认同我就会支持我 支持我以后呢 我们用创党的精神 把国民党赢回来 赢回来以后呢 我们用创党的精神怎么样 把台湾赢回来 我们就可以打败民进党 你如果一直认为说 一定要看台面上 台面上呢 这个声势很壮大 那个裁员很丰富 用不完的资源 用不完的钱 那你拿这个 你怎么去跟民进党比啊 你比钱 你有民进党那么多吗 你资源你有民进党那么多吗 你如果要跟人家比资源 那国民党就包包的就好了 不用拼了嘛 我们就是要发挥创党的精神 虽然我们居于相对弱势 但是我们不认输 我们有奋斗到底的决心 我们就要把这个决心展现出来 在这个党主席的选举里面 而且我今天我们也觉得很遗憾啊 今天我们派去协商的人说 好像江先生跟朱先生的代表 都希望能够尽量淡化 党主席的选举 淡化党主席的选举 就是说这个辩论不要办那么多啊 那个证件发表也不用办那么多啊 就是尽量少办啊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嘛 这是他们的战略嘛 但是我一直强调 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过程 就是一个台湾再民主化的过程 因为台湾已经民主失衡了 那我们在野党最重要就是什么 就是发声的管道 跟民众连结 你在野党要利用这个 选党主席的机会呢 把我们国民党的理念 还有民进党的腐败 还有最重要就是 基层民众痛苦的呼声啊 那透过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选举啊 发散出来 让人民感觉 让人民有感 那既然有人说 我们减办几场 不用办那么多场 我甚至主张说 你每个礼拜都来办辩论没关系啊 每个礼拜都有能见度 让国民党的理念 让全国民众看得到 那每个礼拜都办也可以啊 但是好像 你对自己辩论很有信心耶 不是辩论 我觉得就是一个理念的传达 今天我最重要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台湾不能再向下沉沦了 台湾不能成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不能让年轻人 葬送他美好的前途 年轻人的生命很宝贵 不能送上战场去牺牲 年轻人的时间很宝贵 不要浪费在 三年跟两年的兵役上面 只要和平就没有兵役的问题